关注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 耗资100亿韩元的高分战争电影 高地战 由深河军和高株 金玉冰所出演 著名导演张勋所指导 本篇 中文是韩国最优秀的战争电影之一 豆瓣评分高达8.5分 堪称韩国版上甘林 1953年 朝鲜战争接近尾声 双方对于停战问题 已经谈了近两年仍旧卫国 原因是朝韩停火线中 一片叫爱陆高地的归属权 这天 韩国军队防蝶部队中卫老江 接到了上校给他的任务 爱陆高地驻守的韩国军队 是作为精锐的鳄鱼中队 但是 近期朝鲜的信件 居然通过鳄鱼中队 寄到了韩国境内 鳄鱼中队的中队长也离其死亡 他是被制式M1911首相 近距离宝头而死 上级怀疑 鳄鱼中队出了间谍 便派老江调查 同时 上校又告诉他 他的老战友老金就在鳄鱼中队 三年前 一政府战役中 韩国军队一路溃败 老江与老金军被俘虏 朝鲜稍微玄政允将俘虏中的伤兵 带走旧事 没手伤的人都在缴线后放走 三年过去了 老江一直保存着老金的军牌 这一次 他带着鳄鱼中队的新任中队长 胖子和小兵男称职 来到了鳄鱼中队 队员们一夜个个十分散漫 更有慎者甚至穿着敌人的衣服 时至冬天 鳄鱼中队的补给不足 不得不用敌人的免疫来预寒 队员们也都形态各异 骑形怪状 营地里甚至还有两个孩子 是代理中队长 收养在营地里的战争遗孤 老江看着一个女孩心生喜欢 递给他一块巧克力 可是小女孩迟迟没接 因为他没有手 老江来到一处营帐 发现里面一个年轻的士兵在洗澡 便要对方报上性命 可是此人头都没回 又取了针马飞注射 老江很生气 救过去却看到了他的上尉军衔 原来此人正是鳄鱼中队的代理中队长 申日荣 爱陆军队的争夺战一直都没有停歇 双方频繁一手都损失惨重 疲惫不堪 胖子想一捞永逸 彻底夺下这里 直接部署防空炮 朝汉两方都没有多少空中力量了 贸然部署等于白送给敌人 但是胖子不听 这时一个年轻的军官回来了 正是老金 老江无法相信 三年前那个性格懦弱的人居然成了中尉 老金告诉老江 现在一个与中队交手的朝鲜指挥官 欢迎胖子 突然营帐里又闯进了一个老兵李尚义 不停念叨普相战役的事 大家都沉下了脸 有关普相战役的事中 大家都惠慕如生 第二天 一大早胖子闯进营帐 将所有的士兵们踢行 吆喝着让他们部署防空炮 大家都抱怨 上级为什么会派来一个如此愚蠢的指挥官呢 而且朝鲜人民区 有一个神秘狙击手绰号两秒 每次办事都只需要两秒 击杀之快让大家都十分胆寒 他们偶然发现 不远处有一队朝鲜士兵在试图收发信号 看起来都是刚来这里的补充兵 于是老金决定穿上敌人的军服 来一波浑水摸鱼 想不到的是 敌人一眼就看出了他脚上穿的是韩军的军靴 当即控制住了他 老金暗中给大家打了攻击的暗号 大家心领神会解决掉了周围的朝鲜士兵 就在这时候电报机有了信号 对方抓起电话就说 有能为 现在暴露了 他们将敌人的阵地毁掉赶紧撤回 大家会合以后 看着美军的战机过来致远 立刻阻止好冲上高地 敌人在崖壁上操出一个碉堡 又架水机枪压制住了他们 申荣亲自过去炸掉碉堡 大家看到队长如此冒险 便也纷纷拿出手榴弹 炸在地上烟雾滚滚 沉堵飞扬 申荣借着烟雾的掩护 摸到碉堡的丝脚 终于端掉了他 惨烈的战斗过后 韩国重新控制了高地 承直偶然发现了一个 跟自己一般大的朝鲜小兵 被炸断了一条腿 但他仍然惨叫着 拿起枪想射击 承直心底善良 不忍杀死孩子 幸好杨小三赶过来 用BAR机枪 一枪给他个痛快 战后 大家开始清理战场 埋葬死者 老江偶然挖到一具 还没有腐烂的尸体 老江走过来告诉他 埃露之所以变成高地 就是被这些尸体堆高的 老江闯入隧道 看见老江他们 正在大口喝酒 而无机应手中握着一封信 刚想销毁被老江抢过 上面居然是朝鲜士兵的流子 感谢南朝鲜的同志们 帮我们送信 杨小三立刻举枪 求他能忘掉 今天这党子事 看着两人对峙 脑筋这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 埃露高地 循环往复地挣脱 一开始韩军 会把一些带不走的物资 藏进隧道里 第一次回来的时候 发现这些东西都没了 只有满箱子的石 和一张朝军 留下的挑衅纸条 队员们都愤怒冲昏了头 清理完箱子后 留下了很多谩骂的信 却并没有放鬼雷 第二次 他们夺回来的时候 箱子里却放着一瓶酒 和一碟信件 原来 朝鲜军队 有一些官兵出身于南方 他们的家书 却无法寄到敌对的韩国境内 于是 他们接这个箱子 希望鳄鱼中队代劳送信 那瓶酒就是酬血 既然敌人想要他们送信 那么 自然不可能会在酒里下毒 虽然在战场上 两军杀的 你死我活和停战时 这个箱子 就成了他们的友谊胶囊 韩军经常将零食 罐头 香烟和军袜等羊果 装进箱子里 并为朝军送信 虽然双方私自交流 但并没有泄露任何机密情报 根本不构成通敌 老江十分犹豫 不知道应不应该上报此事 一天 他在野外 偶然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女孩子 看样子是附近的村姑 老江还给了他一块巧克力 叫他最好离这片战区远一点 双方围绕这一片小小的高地 从冬天到夏天 这类争夺了半年多 仍旧不分胜负 再次拿下高地以后 朝军留下了更多的九颗信件与照片 偶然他们发现了一张 写着名字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非常美的女孩 让老金深深着迷 还说战后 一定要把她娶回家 老金看着女孩的照片 总觉得面熟 而南城直 发现了一个飞行眼镜 十分喜欢 这一次过后 他们发现高地西北方向 有志愿军活动 而且派出去的侦察兵 都是有去无回 他们怀疑两秒又现身了 而且两秒可以在680米开外精准狙杀 他们决定去搜寻那些失踪的侦察兵 来到一处荒山上 城直突然被一发子弹打穿了腿 速度之快让大家料到了 一定是两秒干的 但是 贸然过去救人 肯定会有危险 因为两秒就是需要受伤的人 作为诱饵 老金试图观察两秒的瞄准镜 是否会反光 但是四下都是茂密的丛林 要想发现兵干掉两秒 就必须引诱他开第二枪 城直刚抓住棍子 手就被一枪打断 而老金看到了两秒的瞄准镜反光 推测出了他的位置 两秒看到瞄准镜中的城直 掉出的那副眼镜 不禁犹豫了一下 等到老江就要拉回城直的时候 两秒再度开枪 老金联系总部炮火支援 一阵轰炸过后 城直因为伤势过重 还是没挺过来 而那片森林里也什么都没有 老金推测出了两秒没死 老江偶然看到森林里的一个 身穿其利服的声音跑过 于是他立刻下去追 刚下山就被两秒用枪指着头 但老江回转过来 就与对方肉搏 一阵尤打后这才发现 两秒和他遇到的那个村姑 和照片上的女孩 是同一个人 两个人四目相对都认出了对方 老江不忍杀死他 于是便放他走了 而他的长官正是玄正云 老江仍被城直的死耿耿于怀 通罢老金见死不救 害死了城直 就在这时 两个孩子走进营帐 问他们长大了以后 是否还能再长出手臂 老金却口吐芬芳 骂过了小女孩 手都掉了还想长出来 你在想屁时 老金说自己就不是人 昨天城直死了 可是三年来死去的城直 已经几十万了 争执间外边响了一枪 是李仗义吸射住了一个战友 不停逼问 普香的第二排都在哪 他已经疯了 就在这时 申日龙走了过来 把枪口抵在了自己的肩头上 让他好认出来自己 扁一枪打穿了申日龙的后背 幸好伤势不严重 但是申日龙一点都不感到疼 看来马飞中毒很深了 这时候老金才说出普香的秘密 三年前的普香战役中 弹军不敌朝军的进攻 他们需要乘登陆亭 独将撤退 可供撤退的登陆亭不多了 后面又有敌人紧追不舍 一排和二排 因为争夺登陆亭 爆发了内供 甚至不想开枪 当时还是个小兵的申日龙 跳上登陆亭的机枪 将二排的人全部打死 这才让他们都能及时撤退 申日龙无法摆脱 杀害战友的内疚和悔恨 试图自杀 但老金拦住了他 如果他不这么做 我们就都死了 并鼓励申日龙 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从此申日龙沉溺于马飞 以秋葱良心的谴责中解脱 而李上亿 则是二排唯一登船的人 但他的记忆从此 只停留在了三年前 最终李上亿和两个孩子 都被送到了后方疗养 很快汉军得知 对方阵地上 新来了一批志愿军 胖子要求 中队必须守住高地 跟志愿军交战过的申日龙 强烈反对 说我们打不过中国人 他们人太多了 想不到的是 胖子拔枪指着他的头 老子是长官 军人的天职 就是服从命令 他们只得硬着头皮防守 到了晚上 天降暴雨 除了熙熙烈烈的雨声 什么都听不见 正犹豫间 死亡的号角 就在此时吹响 所有人都打光了一个乔甲 却依然不见人影 对面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刹那间雷霆本军 电闪雷鸣 如果说普相是地狱 那么闪电之下 几些密密麻麻的人营 定是收割他们生命的死神 面对志愿君潮水般的攻势 老赵赶了回去 请求紧急撤退 总部却也叫他们 必须挡住志愿君 胖子意识到了自己 也必死勿疑 但他居然想杀害吴七英 来为自己陪葬 这番举动触碰了老江的顶线 他举起枪指着眼睛的老金 我死了 你就是中队长了 你能带大家撤退吗 如果能 就毙了我 刚突围出去 迎接他们的便是志愿君的猛烈炮火 在志愿君的猛攻下 恶意中队毫无招架之力 他们打空了子弹 前进一霸之际 慎容终于赶到与他们跪合 并决定分头逃跑 清晨他们逃进了一片树林之中 老江知道了 上任的中队长也一定是被老金 以同样的方式枪杀的 两个人又开始吵了起来 突然间 后边的一个士兵中枪了 一定是两秒又出现了 而老金被打中了肚子 老金将加兰德按上瞄准镜 让大家听他的口令分头逃跑 这样就算两秒再快 也不会打死所有人 老金跑到一片开阔地 趁着两秒打完一枪的时候 终于发现了他 一枪下去 老金非但没打中 还被两秒打穿了胳膊 就在他准备再开枪的时候 他发现 两秒居然就是自己 中阴的那个女孩子 他犹豫了 可是两秒丝毫不给他 犹豫的机会 打断了他的腿 老江过来了 他试图救出老金 但老金叫他逃 不要管自己 紧接着两秒又射穿了 他的胸膛 老金靠在树上 咽咽一息地说道 而就在这时 两秒对他开了第五枪 将他的肠子都打出来了 哇 女神太爱你了 打了你五枪 天狗不得好死啊 此时的两秒 吃着他送的巧克力 悄悄离开了 打死了别人 还吃别人的巧克力 卧槽 好残疑 老江哭着 把老金的遗体背了回去 此时的他陷入刀脚 五内剧烈 朝军重新拿下了高地 果然就发现了 鳄鱼中队留下的大批杨过 里面还有一张 南城池留下的纸条 眼镜很好 谢谢 这眼镜其实就是两秒的 同时老金也特地 给他留下了一张情书 宣正云不禁唱起了 南城职场的歌 而看到情书的两秒 也流下了眼泪 打湿了老金的名字 别哭了 以后你和别的男人 结婚的时候 一定要吃老金送的巧克力哦 这样他也比较有参与感 就在这时 通讯兵过来了 上期不接下期的说 已经宣布停战了 停战的广播 也传到了鳄鱼中队那里 老江背会了老金的遗体 大家含泪 被安葬了老金 1953年7月27日 双方的指挥官 各自在停战协议上 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停战了 韩国使民们聚集在小夕旁 搓藻 他们终于恢复了天性 对享受这片刻的安宁 而宣正云 带着他的部下 也途经了他们 尽管是敌人 他们还是互相嘱咐了对方 从今往后 都不要再打仗了 老江则是把两秒的那张 沾满了老金鲜血的照片 还给了他 回去以后没多久 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又将短暂的和平 打了个粉碎 韩军长官过来了 表示停战协议 还有12个小时以后 才能生效 因此这12个小时 可以最后发动一次总攻 来确定暗路高地 最终是谁的领土 而朝鲜方面 也获知了这个噩耗 尽管双方都不愿意 再拿起武器 对着同胞刀割相想 但是军领如山 他们不得不再度 拿起枪继续厮杀 鳄鱼中队聚集在身下 此时高地上起了大雾 似乎就连上帝 都不愿意再看到战争的血腥 吴基英认为 只要大雾不散去 美军就不会投弹 也一定会取消作战 那么真的会这样吗 对面的高地上 朝鲜士兵们也唱起了熟悉的歌 就是南城直生前所唱的 韩军士兵们也都跟着旋律唱了起来 或许这是双方在战前的 最后一次祷告 歌唱完了 大雾也散去了 此刻将是最终的决战时刻 天上美军的飞机呼啸而过 投下凝固汽油弹 这次的战斗中 双方没有人腿缩 战场上只能听见爆炸声 枪声和步枪乔甲弹出的声音 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后方来了炮火支援 这次美军队高地 展开了不分敌我的无差别轰炸 不管怎么请求美军停止轰炸 也无济于事 吴基英最终就惨死在这友军的五击之下 深日荣被炸掉了一只胳膊 但给自己注射了最后一只马飞 两秒打死了剩下的两名韩国士兵 但他遇到了老江 这次的他们都没有犹豫 两秒抄起匕首就去刺 但老江强过匕首 麻木地将匕首慢慢囊进了他的身体 但他本能地把头扭了过去 因为他实在不忍看到 这个女孩临死前痛苦的表情 深日荣解决掉剩下的朝鲜伤兵 但又被炸掉一条腿 最终被玄正云打死 此时的他流出了眼泪 他为了能在这战争中活下来 所做的一切努力 终究是功亏一篑 最后 老江回到地道里 看着肚死被深日荣重创的玄正云 在喝酒 两人喝完了酒 又抽了一根烟 电台里又传来了停战协议 正式生效的广播 听到这些的两人 在隧道内都狂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 薛正云就断了气 老江徒自己人走出隧道 看着满目穿越的战场 他茫然而孤独地走下了山 电影结束 战争终究是没有赢家的 同一民族下的两国 至今兄弟气强了70多年 本片可以说 是韩国近年来最成功的反战电影之一 他的结局留给观众更多的 也是对战争无尽的反思吧 另外 本片虽对志愿军捉摸不多 但志愿军气吞山河般的出场 可以反映出韩国人眼里最真实的他们 也是在我们的眼中那些最可敬的先烈们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关注我 您看更多经典电影